现在我们已经和米勒熊一起完成了猜数字的游戏了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课外拓展时间了 在速算爬杆这个游戏中 我们发现是三个小朋友 小狮子小兔子和米勒熊在比赛爬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熊会爬树吗 我们知道小兔子是食草动物 它没有锋利的爪子是不会爬树的 狮子是肉食动物 它们一般生活在热带西树草原和草地 也出现于灌木和旱林 狮子拥有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这是它最好的武器 它不但可以爬树 而且还是一个爬树高手呢 那么熊呢 熊的种类有很多 有狗熊 棕熊 灰熊 斐鸡熊等等 它们是杂食型动物 狗熊又称黑熊 哺乳动物 黑熊以四只脚掌着地行走 它们的四只粗壮有力 脚掌硕大 尤其是前掌 脚掌上生有五个长着尖利爪钩的脚趾 但它们的爪钩不能收回 身体肥大 会游泳 会爬树 好了 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吧 狮子和熊都是会爬树的 只有小兔子不会哦